台湾跟你们国家比起来的话 医疗体系是OK还是不OK 举一下圈叉牌 有人缺有人叉 田中是唯一一个 准确举了叉的 应该大家骗人的 是你骗人的 没有没有 为什么你举叉啊 因为是我之前看过 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那个之后我觉得 还蛮会贪心台湾的医疗的事情 对因为 那个一个我的日本人的朋友 他是牙齿洞的 所以他想要去牙科 可是他 他爸没办法过东 因为他不会讲过语的 所以是我们找 有一个很会讲的 牙科的 他是真的很会讲 所以做的时候一直讲话 讲话讲话 所以我们很放心 放心就我在外面 在等他吃来了 之后是他做完吃来的时候 或是嘴巴里面 整个都流血跑出来了 太恐怖了吧 不是一点点的 完全流血出来了 对 太可怕了吧 应该是那个 那个电钻 那个这样子 对 可是那个 那个电钻的东西 可是那个医生呢 应该是他想要给他 看他很会讲日文 所以一直跟他讲话 那他也是一定要回答 回答 就一直钻到旁边 好恐怖喔 对我们来说是还蛮好笑的 因为这来的完全标准 你朋友应该笑不出来吧 他很神经 超神经 本身很健康 然后挺多看那个喜爱那种 但是有一天 大概几年前就是 有一个部位就是发霉了 皮肤有点发霉 就是 说 打个部位 没有 就是因为我觉得 那个时候夏天一直 长时间坐着看一些 设计室刊 不是 一些动作 不是 那个 Netflix and chill就是了 不是 有一些资料什么的 就有一天睡的时候 特别那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晚上11点到 0点1点的时间 快疯掉了 白天还好 为什么不知道 白天就说 还好 好像是治疗 不需要看 晚上的时候就快疯了 跟他一样 抓得很猛 因为 那个是很敏感 就男生的那个 小矮 你说蛋蛋吗 你不拿两个 你不拿两个 当然死神败 疾灭 他听我讲到蛋了啦 对 然后这个 网路材料那个 好像很多人决论说 要看医生这样 好啊 那去看 然后就 刚好网路材料一下 我们就后面有一家医院 但是那个诊所是 就联合什么 很多医生一起开的 可以看皮肤病啊 还有什么 内科什么那种 都可以看 你综合的 对 综合的 那我就方便去 然后就 也是挂号 然后我就说 乳先生好 可以请进 然后我就进去的时候发现 那个皮肤科医生是女医生 而且 没有 没有 我有点 紧张 一打开就说 哇 什么办 我还是要明天再来的 大概三四年就这样 什么办 还是进去 然后医生说 坐坐坐 然后我就问我说 你怎么来 他说 我有皮肤病 这样 有点痒痒的这样子 哪里这样 你看他有两只手 两只手 就是那个下面 那医生就也是一样 就停顿两三秒 我就心里面很糟糕 就还是可以去 他说一站起来 然后把那个门锁了 然后那个面 把那个面 然后呢 我要看 这样 他说我要这样 然后完之后呢 没关系 我要看 然后我就 我心里面刚刚 SUMUM就在看过 那一天 不是不是不是 然后 怎么办 你看我转身 就该遮的遮 然后我就 然后 然后他看怎么看呢 这个是 这个是这样的 然后 你用你自己 你用你自己 你用我的 你用自己的 然后我就以为是 你具肯 不是 他大概五公分 这样看 看得很仔细 然后我就心里面 天哪 怎么办 我就说 没关系 好 这个要擦药什么什么 就让他拿到那个药膏 然后跟我说 一个是 超级痒的时候擦 另外一个是 平常擦这样子 那个时候就 两个性的 一个是台湾医生 不管是男女 我觉得太专业了 很专业很专业 对 擦一专业 一定要看 很帅 那个时候 他的那个白 白那个外插 还跑在飞行 跟那个韩俊一样 就是 然后你比较 好 接下来 希晋 你觉得在中国跟台湾的话呢 医疗品 9.8分 因为我觉得那个 我们中国的医疗的话 因为现在还是在 要改进状态 所以施钢及格 6.5分 所以我给的很低 对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说 台湾的话是9.8分呢 就是台湾不管是说 医生啊设备 还有医院的环境 就不管是台北呢 还是说 比较偏远的地方 就是你看上 你的医院 它都是 病床 都是每一个 都用帘子围起来 就是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隐私 那病房吧 就是看起来就是 几乎都差不多一样 就是各方面都是非常平均的 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 台湾的医疗设备 还有医生素质 基本上 我觉得已经接近完美了 那相对我们大陆 为什么说 我给我们6.5分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良悠不起的 不管是医生的素质 还是说尤其是环境 环境 我觉得现在还有那些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那种医院是 病床是一个一个 一个就是 大家就是你看得到我 我看得到你 没有帘子的 没有帘子 就是这种医院还是 现在还是有的 还是还蛮多的 就是大家没有什么隐私的这种 那小时呢 你觉得台湾的 讲到救护生 我先补充一下 因为有一些会难用 但是有一些会误会 因为像我们就是管理 就是外籍老公 就是像有的来照顾老人家这样 然后有一天那个印尼籍 他是来了两次 就是已经会讲中文 或什么的 突然有一天那个阿伯 而是阿公在照顾 他是不是很紧张 就打给太太 就是老板 怎么办 阿公叫不起来这样子 然后太太就想说 好 就叫他打 先打那个叫救护车的号码 就是他就打打 他都会讲 然后就叫到医院 阿公醒来了 就是因为 阿公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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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醒醒来了 然后我看完了 对 可是像这样的情况 就是变成很难判断 对不对 类似这种案例的话 比如说我们真的过去 把你送过来了 你真的没事 要开罚单给你的时候 家属常常都会抗拒 对对对对 他们就说我们当下 又没办法判断 我们又没有怎么样 我们怎么知道 到底这个是严重还是不严重 所以其实 能够真正开出去罚单呢 收到钱的很少 这个是在台湾的冤枉 可是在泰国的话 跟泰国比的话 我觉得为什么我举宣 因为在台湾 不管诊所还是医院 在台湾都很有规矩 像泰国的话 在医院的话 我们只有分区 就是 不管你生什么病 你住什么 就是只要你住院 你会看到很多一群男生 躺在那边 但是有的外科 有的洗肾 有的什么 就是堆在那边 就很乱就对了 然后像在台湾 诊所的话 有很多科 对不对 牙科 眼科 什么都分得很清楚 可是在泰国的话 我们只有大的木 就是像木 这些牙科有 歐比歐科有 可是像外科 皮肤科像这样 比较小 没有那么细 变成外科跟皮肤科是一起 我们是这样子分 就是去那边治疗 就是会比较不一样 不方便 然后像在泰国的话 像牙医的话 技巧上 像在泰国 就比不上台湾 我觉得 像我有一颗旧石 旧石就是已经 从小住到大 住 跟我住了十几年 不走 还没说不走 你住在那边 感情这么好 我妈妈有带我去看医生过 那边医生就不敢动 因为她说那个太深了 因为我们那边会觉得 如果说去 动到神经了 你就会死掉 对 就很严重 所以我爸妈就不敢 也不敢 好了 反正你就尽量用这一边咬 你不要 你不要 反正如果有东西掉进去 你就种几天就好了 尽量没有种掉这样 所以我常常 就是为什么我脸变这样 就是因为常住 就是会痛 住牙种起来 对 种起来都不小 你要到现在 所以你不是真的肉肉的 那是种起来 对 种起来 好久 好久 真的 所以我来到台湾了之后 我才 哇 有得救 我这一颗牙死 就变成 医生说什么 只要你做那个灯管治疗 灯管治疗 对 那个做好了 然后我就很开心 赶快打电话跟我妈讲说 妈 台湾的医生好厉害喔 可以救我这一颗牙 就是我妈就 你会不会死掉 所以很放心 是 因为那边的观念故意 好 那Honey你呢 没有 我觉得韩国的医疗 也是跟台湾差不多 但韩国有健保吗 也有 也有 对 然后韩国也是 韩国都在开医美啊 在开健保 对 韩国的问题是因为医美吗 韩国这些中医跟一般西洋的 都很厉害 而且都国外学回来 而且最近流行的是 很多病人去看医院的时候 会怕可能那个医院的环境 对 而且小孩也不敢去医院 所以现在很多医院的环境 也好像咖啡厅 或是很多 超舒服 对 所以我觉得韩国的分数 9分 然后我觉得台湾 也是9分 很不错 只是一个 刚刚前面讲的 语言不同的话 非常困难 但是除非这个以外的话 我觉得很OK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完全不会讲中文 然后我那天好像是夏天 应该是流感吧 我那天很晕 然后我的体温也很高 然后我在床上完全不能动 所以我打给我的朋友 然后我朋友过来 两个朋友过来救我 就带去看医生 就我去打针 然后拿那个药回家 然后那个朋友帮我一些吃的东西 什么粥之类的 然后朋友一直帮我解释什么 吃的怎么吃 这个什么时候吃 那个什么 然后就我太没力吃了 然后走一下就很晕 所以我在厂上继续睡 然后我觉得好一点了 然后起来就吃药了 吃药吃粥 然后就隔天也再起来吃粥 但是没有好像没有什么好 然后我就我朋友过来跟我说 为什么你都不吃药 但是我明明吃药 你是梦游 不是不是 他就很奇怪 然后说我吃药 然后就给他看 然后他吓到 怎么了 因为我吃的那个药是 不是嘴巴吃的 是屁股吃的 是屁股吃的 塞器 退消塞器 我的气氛太好了 退消塞器 那个很大颗 我觉得台湾的要这么这么大 而且很大颗 然后我想说 是油 台湾的要这么大 但是说你们很铁心 还是茶油 然后我就说 比较好入喉 对 还是大颗 但是很顺 然后就 好 然后天起来 也是比如说 哇 这个蛮大颗 医师那个 塞屁股哪一口服 会有 是哪一种塞屁股 是痣状的塞屁股 还是发烧的塞屁股 发烧的那个是因为 我那天我朋友 那个我身份度很高很高 所以就 我吃的对 那个的话 因为它基本上它 我们用屁股 我们用屁股来吸收是比较快 但是它会涂油 是因为这样比较滑 比较不会刮到你的股 我觉得最大的 韓国跟台湾的比较的话 韓国也有健保的制度 跟台湾几乎差不多 可是我们韓国人是没有 健保卡 所以我们 真的喔 只要报导我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了 对 然后 连在一起 如果被乱报 然后被发现 那个法庭的金额非常的高 所以不敢 而且对啊 病就是都有记录嘛 对 然后我们找健保费的方式 也是跟台湾韓国差很多 像台湾的话 你们是都要看自己的薪水 然后扣 所以如果你就算有10栋房子 这么有钱人 可是你的薪水就是这么小 的话就扣那个基本的费用 可是韓国的话是我们 的金额来扣健保费 所以我觉得长期来看可能 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公平 公平比较可以 我想问一下大家 在你们国家到底看诊一次要多少钱呢 在原本要去 如果感冒的话要去看医生 一定需要花大概 两千到三千台币 这个是 关号费还有 医生的检查而已 然后 你们感冒都开那个连续厨房间喔 开这么久 没有 不是 你会两三千块 不是 然后就是你要卖药是另外付 药又是另外的费用 对 所以我们就是在夜门 我们习惯自己治疗 比如说感冒或是发烧 自己治疗 对 在家里做一些简单 或是传统的一些方式来 治疗你的病 所以如果你感冒 你妈妈会帮你怎么治疗 就是在家里的人会帮我煮一些 就可能是热的茶或是有加酱 加酱 或是柠檬茶或是之类的 不是撒鹽巴吗 对 不会撒鹽巴 我记得那种高烧不退都是撒鹽巴 你会放一些谷架就会不好 对不对 对 打喷嚏 对 其实我觉得在夜门 就是我觉得 夜门的医生真的很坏 为什么 因为 为什么 因为是他们为了赚钱 所以他们会乱开很多药给你 比如说你明明就是感冒而已 他会跟你说你有发烧 你有感冒 你活动发炎 还有就是一直一直讲很多东西 然后开很多药给你 然后为了赚钱而已 我就觉得这样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你真的害到很多人 而且你乱开给你药 然后为了你吃完药以后会生病一次 然后再过去一次 就是为了让你再回来一次 真的 非常好 但在台湾就比较有 公司医院都一样吗 您说的状况在公里医院 不一样 私利会更贵 所以我刚刚讲两千块是公里的 政府的 医院也有在卖药吗 没有 有药区 医院的医生会跟一个药区合作 然后就叫你去那个药区买 一个豺狼 一个豺狗 我觉得 因为我们付的钱都是一样 所以不会有医生乱开太多 对 就比较好一点 接下来是 感觉生病会花很多钱的美国 哎呦 我不知道为何大家都是这样讲美国的 因为我们的朋友我们去看诊 也是跟台湾 跟台湾一样就是一百到两百啊 太美金了 太美金了 太贵了啦 其实在俄罗斯公民区 政府医院是免费 不过大部分的人不喜欢去那边 为什么 为什么 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是 你很久以前就要 挂号 很久以前 就是要 感觉要三年寝入 对 因为要多久以前 一个礼拜吗 一个月 一个礼拜 这个 你要看什么医生 牙齿 比较发展 你应该 三个月之前要挂号 所以 我怎么知道我三个月之后 牙齿会痛这件事情 就没有了 牙齿就没有了 太可怕了 第二个是 医生的护士 很美肚嘛 他们会做什么事情吗 不会吧 会掐屁股之类的 掐屁股 拜见 拜见 我们为什么站在那边 拜见 所以俄罗斯的护士都是香港人吗 你好好 怀疑 怀疑 第三个是 有很多俄罗斯的阿姨 他们超级喜欢 大队 喜欢大队 所以你来那边等很久 可是有的阿姨来了 她说 我只要 一下下 我问一个问题 我已经看过了 可是有一个问题 所以你说 好 你先 所以她一个 一个小时在那边 太可怕了 我觉得美国的医疗 它的品质是很好的 医院常常是很干净的 可是你一看到那个 多少钱 真的会吓死人 所以 真的一般如果说是旅游客来美国 是建议他一定要买那个旅游保险 因为只要你发生小事情 会要你好几百块钱 万一说是比如说断了你的脱旧那些 那一定是几千块 绝对是跑不掉这个 这么贵 对 会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两个孩子 一个是在台湾生的 是六万台币 就差不多两千美金 那个时候我没有保险 好 那我在美国生 好在有保险 我儿子是 你看 两千了 两千美金就两万 对 十倍价钱 但是这个账单我仔细看 它是不是给你两粒 RSP 领三十块美金 也要 绷带 这种都什么 绷带也要钱 对 那个都 像我是开刀 所以他们要 就是每一样东西他用的 量你的体温会 它会列出来 它做每一个东西 我也要钱 对 它每一个东西都会 非常地自信 可是台湾有一个很贼的事情 怎么样 其实 你好好说 你好好看 就想知道 就我们也想知道 所以我觉得最不好就是 很多人会滥用 对 看医生的次数实在是太多 就像你说的 有些东西不是40度 发高效那太离谱 可是看自己自己可以 一点点小病而聊 然后因为我是英文老师 我有一个 出卖我学生 就是她是一个妈妈 她女儿是在国外 就是在美国读书 可是她也有保险 但是谁都知道美国不便宜 所以她女儿感冒 叫她妈妈在台湾这边 去看医生 喉咙通 这里总怎样 结果那个妈妈就去看医生 装的 那个冰是她的 就是OK 因为台湾的医生好厉害 不会给你一粒 给你一大 一个一大两个一大量的 对 好极可要 对 然后她全部拿 她就寄回美国 哇 这有点危险 弄个字齐 如果你要麻醉 要照X光 通通在台湾 还试用沙发水晶灯 才要买五块 送到牙膏 你走的时候 她说我送你一个 牙膏 她有教你刷牙 在上海 我教你一个字齐 要一万港医 港医科 还没有牙膏送咧 好贵喔 所以台湾的医疗 其实算是在世界上面 算是还蛮幸福 然后很不错的 对 OK 给 9.5分 再一点 但我觉得美国人 给我们9.5分 我觉得还好 还好 我刚刚太低了 好难 我应该说我也是 对台湾的医疗 非常的满意 而且觉得最棒是有健保 对 这个制度是没话讲 我靠掉0.5分 就是有这个原因 等待漫长看诊随便 OK 跟别一个很像 我应该是说 其实我家附近是有一个 我孩子从小一直看的一个医生 我非常喜欢他 他真的很好 可是问题是 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最好的 所以只要早上他8点半开门 排队长 我运气好的话我抽到25号 所以不管怎么样要看他一定是要等 将近两个小时 他是看耳鼻喉科吗 还是看什么 没有他就是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 对 然后因为我跟他的经验 他认识我孩子 他没有什么病 他就开药 我也不问是什么病 你干一样 最好他都OK了 对 可是就是等那么久 可是现在我们台湾看着有那个APP 他可以知道说你现在看到几号 对 你就不用 你就不用从 1号等到60几号 你可以就是吃饭 半个事情 到40几号 50几号再过去等就好 现在有一个APP可以看的 没错 好 对 给台湾的健保酒店 谢谢 就我觉得医生跟西班牙比的话 就态度蛮好的 然后我觉得这尤其是诊所 可能是因为是私人诊所 所以他医生还是需要保持一个 比较好的态度 对待病人 唯一的缺点是我觉得 他们很多的小诊所很 就长得很丑陋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西班牙他们的建筑都很漂亮 就是为什么 是古阿古色的建筑 对 对 而且比方说像我就夏天 就因为脾气比较烦糟一点 我就很容易上火 只有夏天吗 对 夏天 你们就比较吵架 好像不是夏天 不是 这个丑陋的是 外观丑陋 就里面因为我长的是 尤其是那些中医诊所 因为我喜欢看中医 就常常去看 因为很容易上火 所以我觉得中医的这些诊所 里面都长得很像鬼屋 这一点 所以第一次到台湾看医生 有一天被吓到 对 因为台湾人追求就是要长得旧旧的 我们会觉得比较有效 因为我们的所有比较有名的诊所 就是老旧的 就觉得那一定是老医生 中医可能常常整个墙壁 只有几张证照 然后一张椅子就在那边 一张床都在那边 就推身体 你进去以后就这样趴下 对 第一次会有一天被吓到 但我觉得台湾的确有很多诊所 蛮旧的 就是会有一点旧旧 然后灯暗暗 你会有一点担心 这个我们也可以改 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医疗制度 真的是大家有目共睹 但我觉得希望大家不要浪费医疗 对 像今天我们都在聊 我们自己去看病 其实我们要多提到一些医护人员 真的没有他们 我说真的我们很多疾病 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医护关系要好 就是多一分体谅 还有多一分就是倾听 是真的 好 今天谢谢大家分享 谢谢 快来帮我们安算 还有订阅 拜托 拜托 再次拜托